刚认识的时候 她是活泼可爱 现在两人谈了一年多 也不知道是什么 导致的脾气越来越大 刁蛮任性 确实我现在脾气也不太好 但是她现在变成这种样子 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我现在脾气变得比较暴躁 也是因为她对自己的未来 没有规划 我想跟她继续走下去 但是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未来 看不到未来 为什么还要一定走下去呢 是要想上演上一场的纠结剧吗 掌声有请这一位 有请 哪家名小王25岁来自江苏 是一名个体户 女家名小孙21岁来自江苏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干嘛呀 感觉她现在工作 然后一点都不上进 然后恋爱一年半了 然后越来越对我不耐烦 一切暴躁 怎么她就不上进了呢 她一开始工作是在上海工作 我们俩刚谈恋爱的时候 就已经是异地了 那时候我在长州上学 长州 对 她在上海上班 然后那个时候还挺好的 然后主要就是结束这段异地的时候 然后她跟我讲说 她从上海是有那个分公司的 到长州 但是她到了那个长州 一个星期过后 上搜了一下 根本就没有这个分公司 然后我就问她怎么会没有这件事情呢 是这样的 当时的话我在上海工作 然后工作得还挺好的 她的话在长州 身边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 看到人家的话 她也会羡慕 就是说人家都有男朋友陪 怎么样 出去逛街吃饭 她就会经常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去长州去陪她 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样也可以 那我就后来到了长州 就是怕她不答应 就是我就先骗她 我就瞒着她 我说那边有我们那个分公司 我就直接调过去了 然后就过来了 实际上面 从你的角度 是为了结束异地恋 所以骗女朋友说 我们公司在那有分公司 就去了是吧 对对对 去了之后女生发现 压根没这么回事是吧 对 关键是后来 她根本就没有去找工作 所以我就感觉 她做事也不负责 不认真 工作一开始我到了长州 也去找的 然后因为长州跟上海的 一个薪资待遇的话 说说差异是比较大的 那我刚开始找的话 也是也不能太接受嘛 后来也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 你在上海做什么 在上海做的是房地产销售 对 到了长州之后 也没有自己喜欢的 就因为 两人因为工作的事 也会经常去吵 甚至就是有一次 她还因为这个事情 跟我闹分手 我跟你讲了多少遍 然后你甚至还跟我发脾气 你不去找那个工作 然后那次如果我不跟你闹分手 你还会去找现在的这个工作嘛 根本就不会有现在 那你现在做什么呀 现在开龙虾馆 开龙虾馆不是挺好的吗 还有的就是 她现在脾气跟当时的话 也不一样嘛 脾气大 她脾气现在就是说 有一次 那个我在家坐在那边嘛 她让我帮她倒杯壳了 那我挺累了 我躺在沙发上休息 我说我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帮你倒 她说你现在帮我倒 我说等一下帮你倒嘛 后来她直接把那个 你明明是答应我帮我倒的 对 我说答应你了 我说马上等了半小时 你还没有倒 后来那个我们之前去 这就是说话不算话 去吃饭 去那个外面饭店吃饭 那个大瓶饮料没有喝完 就带回来了 她直接就在床上 把那个饮料给摇摇摇 然后打开 喷的就是天花板上 床上全都是饮料 然后我说你别倒了 我说我现在帮你倒还不行吗 然后她说你倒不倒 家里还有一瓶 要不不行我再撒一瓶 然后我说我倒 她说现在不要你倒了 你把上衣脱了 那个站在窗户口 把窗户打开 站在里面给我动十分钟 我就想不通 为什么让我把上衣给脱了 站在窗户口动十分钟 几月份 一个多月前 还蛮嫩嫩的 那时候 怎么就不冷 太矫情难了 一个半月了好吗 我最讨厌男生说话不算话了 你说你答应我这件事情 没有去做到 而且我是不是想让你站那边的 我也心疼你 是不是跟你讲说 你要对我态度好一点 我后来还问你呢 你是不是确定要这样跟我讲话 然后自从谈了恋爱过后 你对我态度越来越不好了 然后我当时也因为口很渴嘛 你给我倒了不就好了吗 你口渴你咋不自己倒呢 孩子 他答应我的吗 他如果说他不到 我立马就到了呀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是说他不上进 对吧 一开始是这样的 第二个理由说他脾气大 我怎么没听出来他脾气大 他脾气是大 就前两天坐高铁 然后我玩游戏的 当时老是卡嘛 老是卡我就老是死 然后我当时生气嘛 我手机摔 我就摔到凳子上的 也没注意摔到他手上了 他声音特别大 从我骂了一句 然后整个高铁人都看到了 当时我就特别郁闷 我就坐那边不说话 他还没有红墨 可能当时确实声音 有点那个了嘛 你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说为这个事情 你置于就是这种样子嘛 两人就因为这个事情半嘴了 半嘴的时候 他把我的手机跟他的手机 全都认地上 还有充电宝全都砸在地上 之前还有就是说 我开大白档的时候 每天晚上会回来很迟 有一天12点多钟 给我打电话 问什么时候回来啊 当时我在开车嘛 回家路上 因为当时我一个朋友 跟我在一起 耽误了大概30分钟左右 到迟到家了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你开门 他说不开 我说请你开门 他说就不开 你根本态度就不是这样吗 你是不是一直说的是 请你开门 你到底开不开门 反正是那种特别凶特别 你不来就怎么了 后来的话他不接我电话 然后我就坐外面坐了15分钟左右 他跟我来一句说他睡了 然后睡了 我心想他可能就逗我的嘛 也就把我关外面 晾了半个小时 以后放我进去了 后来我在外面坐了两个小时 当时天也冷 那我就跑到车上去睡 然后一觉睡到 5点50几分的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 他睡醒了 给我打电话了 给我打了三四个电话 我没接 当时我却挺生气的 后来我就又回到家门口 我说麻烦你开个门 然后他才开门 他过来哄了我两下 我也当时也困 也没怎么理他 他就拧个箱子就回家去了 本来是我们是因为一件小事 然后半句嘴 你一个大男人 你不要跟我计较那么多 何况根本就没有什么 随对随错 然后你稍微有一句转换 我不就放你进来了吗 何况我也没有说 有意要放你那边 放一晚上没收拾 如果在那边 就稍微说一句好话 我也不至于说什么 我等着你半小时 将近一小时 然后你没有 我那天也困 我白天上学 晚上那边 也是陪你去做那个 然后90点钟才回来 然后我也累 我就不注意就睡着了 早上没有 我一醒来 我就给你打电话 你还不接我电话 我听来听去 我觉得他脾气好像不大 他把我拉黑了 QQ微信全拉黑了 他之前跟我一吵架 就把我QQ微信 手机号全部拉黑 一吵架就把我拉黑 后来那天 我确实挺生气的 那我就心里想 让你尝试一下 这个是什么滋味 看你下次还拿不拉黑我呢 那你不是抱抱心太强了吗 你干嘛抱抱心那么强呢 然后就前两天 吃饭的时候 我说找个馆子 去炒两个菜 后来到了那边之后 他说 人家都在吃面条 我们也吃面条吧 那我说 那我点两个菜 你吃面条 我吃米饭嘛 他就不开心了 当时就跟我翻脸 后来我就跟人家说 我拿两碗面条吧 面条人家也端过来 他也不吃 我给他拿筷子 拿一双他扔一双 拿一双扔一双 拿了四双 后来我也不耐烦了 我就开始凶他 你从一开始 就不耐烦了好不好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 我说我不想吃菜的时候 你就已经开始 在那边凶了 东一双 手机一摔 然后把手 使劲地磕在 那个桌子上面 你当时就已经 开始凶我了 什么是后期凶我的呀 你后期 开始凶我的时候 我才开始扔东西的 姑娘你想整地呀 不是我想整地 他以前都是 我做什么事情 稍微有一点点 我本来就是 故意的 也不叫故意的 我就有一点点那种 吓他的那种 然后就想让他哄我 你经常怎么吓他呀 嘟了个嘴呀 或者是不说话的 但是他每次都会 把这事情夸张化 如果说一句好话 就不会有后面 那么多事情了 你们两个人的事 说话家长知道吗 知道 见过彼此的长辈吗 我妈见过 然后他父母都见过我 还有爷爷奶奶什么的 爷爷奶奶也见过了 但是我家里人 不太同意 为啥呀 他现在就是工作嘛 不太稳定 都26岁的人了 如果我父母要是 我还没有跟父母 讲这个方面的事情 如果要说的话 他工作 现在没什么存款啊 什么的 我父母肯定是不同意 我跟他在一起的 然后有的时候 我在我妈面前 就会说他好的地方嘛 所以我妈现在是没有反对 但也没有同意 我跟他在一起 你父母呢 因为我 他每次到我家的话 就是我都会往好了去夸他 也蛮喜欢他的 就有一个事吧 我奶奶过来玩 一开始前两年是挺好的 后来第三四天的时候 开始就是在我奶奶面前啊 就跟我发脾气啊 怎么样的 那我当然受不了了 我就把他往前面一拉 我说可能语气很凶的 对他说 我能不能不要 在家里人面前这样子 那他也在那边玩不了几天 他因为要回去 那让他在那边开开心心 都不好嘛 对吧 他就总是跟我吵 我根本就没有跟你发脾气啊 你们俩今天来想干嘛 我希望他能够把他的脾气改掉 太刁蛮任性了有时候 他现在一点都不听我话 我也没有想让他听我话 我就是想 你不想让他听你话 干嘛说他一点都不听你话 不是听我话 就是像以前一样 刚谈恋爱那样嘛 就大家都配合一下嘛 配合一下 也没有那么多争讨 可以说 累吗 累 还想继续累吗 如果说他脾气能够改掉的话 还是想跟他在一起 那改不掉呢 我只能说再去考虑一下 好吧 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界 我跟你讲啊 小伙子 一个女人其实是有多方面的 她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你说她刁蛮任性 但如果换上一个大男人 也许他是娇羞可爱的 就是在你面前 他就把他所有的刁蛮任性 无限放大 反正你好欺负呀 让你脱离 在那儿站着你就站着 你不冷吗 换成一个大男人 怎么可能这样 正常的健康的 能够发展的爱情 一定是两个人越变越好 他本来有些任性 但是你的包容 或者你的胸怀 你的魅力 让她变得慢慢成长起来 变成一个快乐的女人 变成一个温和的女人 而你看她和你在一起 她越来越任性 越来越刁蛮 你不快乐 她也不快乐 所以嘛 你觉得你们的爱情健康吗 姑娘 其实我觉得 你说谁能受得到你这样啊 我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现在 这种任性刁蛮 你快乐吗 你希望自己 是个什么样子的女孩 我是希望我们下 多么好好的 你希望你自己 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就是比较持家嘛 然后 比较什么 也是持家 就是可以为她做好 就是除了她工作以外 其他事情 你觉得跟她长期地在一起 你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吗 反正我告诉你 贤妻良母是不会让老公 在那个窗跟前 脱了上衣站着的 那也是她把我逼袭了 她老是在那边凶我 她如果不凶我 也不会有那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们不合适啊 她这样还有你喜欢的地方吗 她还挺体贴的 体贴的 我跟你讲 她真的不是你的财 你需要一个成熟的男人 她太幼稚了 我们说爱是不需要计划 不需要规划的 爱是一种感受 但是真正落地的爱 是有规划有计划的 可以为了爱情 去做改变和努力 我可以抛弃自己原来的工作 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为了爱 我支持 然后呢 爱不是一直冲动啊 然后呢 你在长州生活安排好了吗 没有 对啊 她特别不成熟 特别幼稚 对 就是因为这点 所以她不适合你 不适合的两个人 为什么非要强扭在一起 所以我并不看好你们 但毕竟爱情路是你们自己走 走到哪一天头破血流了 也就分开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岩老师 来 李老师 一位四十多一点的女性 来到我的心理咨询室 她要自杀 她觉得她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 于是我问她 到底 咨询室 这一位 这位 本帖 是 我觉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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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如果不是那么想嫁的话 你首先先独立好不好 回到自己的校园生活当中去 先盘算着实习工作和未来的生活 这样的话和他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了 而男生需要做的是 赶紧把自己的工作稳定下来 你比他大了四岁 对吧 你已经进入了社会 你应该更好地去盘算一下将来的生活到底是怎样 当你们彼此一个关注于自己的学业 一个关注于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你们有了独立的审美 有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要做的事情 没那么闲了 我相信你们也不会相爱相杀了 有了距离了 也能更好地审慎和客观地去看待对方 彼此回到自己各自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当中 也许能够认识一个真正的对方 和真正的自己 好吗 就这样 我没什么说的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也承认我的脾气也不好 有的时候也会从你发火 但我也毕竟是有情绪的一个人 不是说玩具你可以对它发火 一点情绪都没有 我根本就不想对你任性啊什么的 而且我也是为你考虑的嘛 我想你现在都二十六岁的人了 然后你工作对自己没有规划 我比较着急嘛 然后我想我自己 如果我还想升学的话 还有那么两三年 我不知道跟你能不能继续下去 所以自己比较着急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已经结婚了什么的 对你现在工作还不稳定 然后以后再加上这些脾气什么的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还能不能走下去 好 时间到了 请亮灯门 杨卫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好了 最终的选择肯定他们自己去拿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哼 再见 没反应 亮灯板啊 缺样东西啊 应该拿个可乐瓶 我也换好给你们开一瓶 喷一下就庆祝了啊 谢谢 请回吧 谢谢老师老师 等着你 未来变得那么清晰 在爱里全是你 思念让心 好了 一起进入 一辈试爱情保鲜记 来自万事大爱宝专区的 网友向途老师提问 我和老公是初中同学 结婚13年了 去年在一次争吵中 我们去办了离婚 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 现在还住在一起 后来他还是跟别人暧昧 我问他准备跟我复婚吗 他说他觉得我们现在挺好的 但我觉得很不对劲 我现在很纠结 到底应该无疑是把婚姻 当成了一场游戏 所以他才会说 我现在这样过得挺好 一边可以跟别人暧昧 一边可以跟你生活 在同一个屋檐下 他可以同时生活 在游戏规则的边缘 所以说既然如此的话 你为什么不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开创自己的崭新明天呢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持狐狐狸链品品牌 要保持伊贝斯 伊贝斯防晒双高明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股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 海伦凯乐眼镜 中文字幕提供